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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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這一個報告 叫做TWIT 台灣進行全世界 就是 巨變台灣 到中的那一段時間開始 這一個報告主要是看到 德國在2010年 組成的全球變遷委會 在這個委會當中 他們做了很多政治保護 然後最重要的是 要因應用的話 氣候變遷 所以在報告裡面 有都市化能源專輯 還有主機利用等等的三部分 那當然最重要是能源的部分 我們2017年開始 做這樣的事情 希望可以有一個擺出一個 想進的真正方法 跟台灣的運轉型 最重要的問題 還是希望 全球 包括台灣大陸 能夠為 公共革命以來的 神文兩度C的趨勢 能夠降低 甚至到1.5度C 我們知道 全世界各國都在做 但是這個很重要的 一個關鍵就是在於說 這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大家知道這個要做成很大的變革 才能夠 譬如說不用化石燃料 然後才能夠 譬如說解決空物等等 這些整個需要社會的 還有政策上面 還有技術上面的一起 改變這樣子 我們這個報告 當然是跟國外要有所連結 那國外的一些經驗 特別是德國的一些經驗 可以給我們很好奇吧 不過我們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還是先看看台灣的情形 那我們這一份報告 最重要的就是 認真面對台灣情形 然後看看我們怎麼處理 然後提供一些建議這樣 其實大部分人也都理解到 有幾個特性 就是說 我們耗用的化石燃料很多 然後工業部門的耗能很多 那我們使用再生能源的不多 然後我們還某種程度 仰賴和能還蠻高的 那所以有這幾種特性之下 我們想要對台灣做一些 未來的改變 然後跳脫這些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問題 特別是在 現在大家都知道 能源價格不合理的情形 那種孤獨的便宜 我們還可以怎麼做這樣子 OK 我們還是希望大家邀請大家一起來這樣 而且我們知道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那最重要的一個還是 我們知道最核心的一個角色 可能還是在政府 或是我們講的經濟型國家 不過經濟型國家 還包括就是有政府啊 人民啊 然後NGO等等這些 不過我們希望大家可以想一下 就是說用目前我們生活方式 不會改變太多 但是是有技巧的 很聰明的方式 然後來做這些改變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這個改變 目前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時刻 就是說現在大家都關心 空屋啊 滑布環境跟 是循環經濟等這些 其實不只是在亞洲 其實在全球 都是很 很有創意 就是說我們現在有這個 很好行動者浮現的時候 然後又面臨到這個 空屋等等這些 我們非常想要處理的問題的時候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自創 那簡單來講 我們就希望在這樣的機會 能是實地物能夠搭配的情形之下 從最後可以從能源轉型的這個focus 然後變成是一個社會轉型 然後讓我們台灣 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之後再接近 會不會太多的 會不會太多的 這個就決定